养天鹅和养大鹅那能一样吗 姑娘你觉得你是天鹅还是大鹅呀 你觉得她是天鹅还是大鹅兄弟 我感觉像水鸭 像水鸭 有些人天生就是这么自我良好 然然一点都不避讳的把自己比喻成天鹅 很明显已经把站在对面的男友给比喻成了癞蛤蟆 谁知阿新根本不买账 还用水鸭两次给对了回去 搞得现场一片笑声 一对逼人马上就要走入婚姻的殿堂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隔阂呢 然然的母亲在明知女儿即将结婚的情况下 还为她安排相亲 阿新觉得特别的憋屈 自从与然然恋爱后 她就非常的宠女友 真是做到了捧在手里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地步 正是因为她这种无底线的宠爱 才造就然然这无法无天的性格 可凡是人就一定会有底线 女友瞒着她去相亲已经碰触她的底线 更何况他们两人还偷偷的联系 阿新的道德理念是 人可以没钱 但一定要有责任感 绝不能做对不起女友的事 话已经说得这么透彻了 然然却还在狡辩 嘴里不断的说 她把相亲对象只是当普通朋友 这种去相亲 然后后面发生这种普通朋友 合适吗 然然说不出更好的理由 只能沉默 在阿新这种老实本分的男人心中 女友瞒着自己去见相亲对象 就是背叛 是贪得无厌的背叛 是左右逢源挑挑挑挑挑的背叛 本身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情侣 如今却搞成这个样子 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 然然母亲安排的这次相亲 古人说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可阿新的这个丈母娘 却是个例外 阿新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 从小母亲就教育她 为人要老实本分 将来有了媳妇 一定要对人家好 自从阿新与然然在一起后 事事都听女友的 对她百般呵护 本以为跟女友回家见父母 是高兴的事 可冉冉的母亲 从头到尾就没正样看她 结婚嘛 本身是两个家庭的喜事 女方要求点彩礼 也是理所应当的 阿新家里拿不出十万 对方不依不饶的说 财力少一分都不行 本来阿新的父母 给儿子存了一点钱 听说儿子要结婚后 就全拿出来给她买房子了 我妈告诉她 我们准备了一套新房 只不过是二手房 然而她妈妈不同意 你还好意思说那房子 房有小就能住吗 老两口省吃俭用了一辈子 给儿子在徐州 买了一个二手房 可在然然这里 却变成是小破房 然然不仅嫌弃婚房小 还拿自家在徐州的房子相比较 数了完男友家买的房子后 就开始表达她父母 对阿新的要求 我从小就是家里独生女 他们肯定也不想我 嫁那么远 到那边去受苦 所以就想让她 把徐州的房子卖了 在徐州再重新再买一套 然然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娇生惯养的长大 再加上阿新是她的初恋 又对她如此的好 然然可不会惯任何人的毛病 尤其是男友的 结婚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事 阿新只是想说出她的意见 买房定居哪里是大事 总要商量商量 看男友开始顶撞她 然然直接说出更伤人的话 你说我们家什么条件 你们家什么条件 你们家什么条件 你姑娘你跟我说说 家庭条件肯定比她要好很多 好多少 然然多多逼人的态度 让赵川都看不过去的想对她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有钱就可以不把别人当人看吗 阿新与然然家境条件相差如此的多 他们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呢 两人本身是大学同学 阿新追然然的时候 压根就没看上这群小子 但阿新有一个特点 她可以毫无怨言的对然然好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然然接受了她 后来因为毕业找工作 联系就变得少了 慢慢的断了 一次偶然的那个同学聚会 然后又有重逢了 然后又很自然的复合 两人复合后 阿新还是像过去一样 非常的宠爱然然 凡是女友说出来的 只要她能办到 就从来没拒绝过 无怨无悔的付出 并没有换来同样的疼惜 反而使然然大小姐的脾气 越来越严重 使她非要吃酸辣粉 还偏挑生意最爆火的那家 光排队就排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马上快排到了 然后直接说 我不想吃这个 我们快那家去吃吧 还要重新去排队 那等着等着都等烦了 就不想吃了吗 马上就到了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不对 你一次我可以容忍你 对不对 你总是这样 你感觉过不过分呀 那你之前怎么就能容忍呢 女友平时任性一点 耍点小脾气 阿新都没有太跟她计较过 包括结婚这件事 然然是独生女 可阿新又何尝不是呢 都说养儿为防老 这还没老呢 儿子就要成上门女婿了 老家婚房卖了 在苏州也就付了个首付 家里积蓄都已经花完了 可对方却还死咬着十万彩礼不放 这已经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了 那我们家不是把 养了这么大一个女儿 也给你了吗 作为男人 阿新可能不是最出色的 按时按点上下班 把她放到人群中 可能都找不到的普通 作为男友 阿新是非常合格的 凡是先为女友考虑 事事顺着她 可然然却觉得 她也付出了很多 男友长相一般 个子也不高 可你在一起之后 我穿过高鞋吗 对吧 今天脚上这块高鞋 还是那工作人员 硬让我穿上来 我平时都是穿平底鞋 我不是签就你的身高吗 我没有为你付出吗 身高的是不提还好 然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体现出 她的情商有多低 如此的贬低男友的身高 还自以为是的 把平时不穿高跟鞋 化作她对男友的付出 阿新对这个女友 已经无语了 公司的领导 曾经还特意提醒她 说然然不是过日子的人 为此阿新 还与对方吵吵了起来 最终只能辞职不干 而且我走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经理 已经答应给我加薪了呀 还不是因为你啊 目前父母在老家 准备的二手婚房 已经卖掉 听女友的话 在苏州副首付买了个新房 丈母娘看不上她 女友也瞒着她去相亲 阿新感到特别的累 不知不觉事情 怎么走到如此地步 她真的向后退了 前方的路太难 女友也不理解她 阿新甚至不清楚 女友是否与相亲对象 发生过什么 她没跟别人怎么着 阿新并不是什么保守的男人 她只是接受不了女友的行为 如果冉冉真的爱她 又怎会去和别的男人见面相亲 而且两人还经常性的联系 阿新伤的透心凉 甚至想放弃这段 即将步入婚姻的感情 人有时候就像橡皮筋 拉一拉 还会回到原点 但如果拉得过久 肯定是回不去的 我压根不支持你们俩在一起 因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南方的要求真的很低 就是请你尊重我 但你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样 你不懂尊重 她口口声声说 我不是要你那点钱 我只是想考验考验你 你哪里是考验她 你无非是想向外界证明 你是只天鹅 她是只水牙 你们看看 我是多么的下架给了她 她还不听我的话 我现在就问你一个 非常简单的问题 都是人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哪种人 是只愿意付出 而不想得到关爱和心疼的呢 女生满脸就写了一句话 我压根跟你不是同一个品种 但我必须非常真诚地告诉你 无论是从你的长相 身材 举止 修养 你都不是绝代家人 一点也值不得骄傲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 可以标上一个价格 他本身就已经一文不值 是你自己 把你们之间所谓的爱情 画上了一个价钱的等号 图蕾老师做客爱情保卫战这么久 从来都是先站在女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然然是真的太过愤懑 在场所有嘉宾 全部都不看好他们 事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阿新却还善解人意地在为然然说话 不管我们以后能不能在一起 反正希望你有所改变 我也知道你可能不是这种人 在座的老师可能也有所严重了 但是希望你后面的好好的生活吧 我们相处这段时间 从阿新的话语中 已经听出两人的结局 他真的累了 是该放手的时候了 5 4 3 2 1 请开门